生活忙碌緊張的現代人 你最愛的是什麼 我超級愛健康的 我才是真的超級愛健康 我是真的超級愛健康 我才是絕對的超級愛健康 健康就是財富 健康才有力量 週一到週四 晚上六點 實在有健康 還有晚上八點 請妳說我這樣過 超市 開餐頻道 超級愛健康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我今天要做的是那個 高鮮蔬果汁 讚啊 太棒了 真的 我覺得養生整個人都過了 不得了 比我 是不是 我今天準備的食材是 有芹菜 香芹 然後這個是高纖維 然後是蘿蔔 顧眼睛 鳳梨是有酵素的 對 那蘋果是最基本的營養素 對 四樣東西夠好 對 過兒子都不好 是啊 對 剛好你看 剛剛好你看 好 原來是 從秀琴的刀功很輕易的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不用什麼刀功 因為掉下去還不是都一樣 對啊 對 刀功不重要好不好 好 所以 好 回到我們的主題 好 來 鳳梨 對 就看你們要 就要放什麼這樣 就放四量 四量 對 它這個是目標很明確 喂 果汁你 現在的果汁機都非常有那個 你看你要把它全部打成汁 它就說纖維多一點 是這樣子 我待會兒就看看你的是多適合有牙齒 我們在做糖 要 這樣嗎 這樣嗎 好 所以這個都不用加什麼糖 不用加 不要太多的補充 天然就好了 天然就好了 考慮蒸走到 你看 我剛剛還來這個 我要 你看那個顏色 真的 真的好好喝 好 來 你看 這麼輕鬆 是不是 漂亮 五秒鐘 我現在大概知道 為什麼你們上一回合會贏 你們更是以受候服務 剛剛的味道 沒有嗎 真的天然的 來 平意中看到它的容易 好 再來 平意中看到它的容易 這要幫我們 給我們 這是 張明哥 你知道我們都沒有關係嗎 我們都在聽 厲害 好 果然念過書 好 對 好 果然念過 我們這道做的是 這道做的是 鮮奶水果優格 優格 一聽到這裡有層次感 我想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自己家裡面有一個優格機 優格機 自己來的 然後就是 你自己在家裡面做的時候 就是只要一包優格粉 那裡面有十幾種 十幾萬種的菌 睡覺之前 把這1000CC的鮮奶倒進去 然後優格粉嚼一嚼 然後就這樣子插著去睡覺 漂亮就好了 你喜歡吃的都可以 現在的我還是 好 可貝什麼 奇異果 奇異果 然後 一桃 奇異果 他是奇異果獎 對 太奇怪了 太驚奇了 專業一點 2266 對啊 那一邊 連水果都 就奇異果的皮 我們就要補頭 我們就給奇異果講兩聲 等一下要切水果給你們 所以我已經把去皮弄好了 厲害 然後或者小孩子喜歡香蕉 鳳梨 就現在我就先把 因為那邊還有乳清 漂亮 加一下 來 直接倒一些對不對 然後我會把它搭 你看鳳梨更好 分不出來了 沒有 他才想說先加哪一個 然後呢 然後再加一點 木瓜糖 木瓜糖來 這個太棒了 其實我給小朋友吃的時候 我都是不加糖 他們已經習慣了 那是最好的 你加那麼多了吧 木瓜糖本身不會太甜 都不甜 我才是 最甜 你加那麼甜 你加那麼甜 不要講出來 你怎麼聽不懂吃了 順著再說嘛 你看他會搖頭了 不用做了 然後攪拌 而且因為小朋友 他們從小吃這個 他可以訓練他 不要吃那麼甜的東西 是對的 你剛剛這個有點甜喔 沒有 那又有食物 你看我自己刪 好專業喔 沒事啦 要幫他幫忙 可以幫忙 生氣了你要 我們就是用這樣子的態度 用心的經營孩子的健康 好的 來 麥克風還你 好啦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請三位評審一樣 在吃的過程當中 先來問問看現場的媽媽們 好 請問是哪一邊 可以讓你的腸道健康 更健康 請舉牌 對 那個麻煩喔 是不是 是不是秀琴姐的功力不得了 對啊 很簡單 那到底是幾個 全家都適宜啊 媽媽就是挺媽媽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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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哥 你要看清楚一件事 剛剛節目你要有在現場喔 第一道料理 媽媽舉誰最多 我們嘛 可是我們還是贏啊 這是結果 所以現在舉你們最多嘛 所以待會兒專家 你們輸嘛 有這樣安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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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樣就安慈的 你們的天良啊 真的 三位專家 請舉牌 唉唷 耶 是 是 不是 剛剛不用五分鐘吧 多好 我說兩位男性醫師 你們剛剛 維尼媽還走秀走 才不維尼 這很辛苦耶 沒有辦法讓你們有點 那你等一下我根本吃不到 沒有辦法 你這不能去沒有聽過嗎 沒有 沒有專業的角度 那你剛剛還去服侍他們 沒有 沒關係 他幫隊友啊 我們就先從營養師先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選擇我們這一道 來 就是說其實如果要做發酵的東西 因為益生菌其實對於腸胃道來講 其實是蠻好的 那木寡糖的部分 本身是提供益生菌的營養 它是人不能消化的纖維 但是它是益生菌的營養素 可是他也不建議一次加過多 因為我講 他是一個 我明白了 豆豉糖 最主要是有些人 他一開始容易脹氣 因為讓他過多的情況下容易脹氣 可是我們沒有很建議 用牛奶去發酵的原因是 牛奶本身就是 我們沒有很建議過敏體質而已 去授取牛奶 也是一個過敏原 那你會聽到什麼發酵 豆漿會比較好 對 豆漿會比較好 雖然它經過發酵之後 因為大分子的蛋白質 它是一個化學反應 發酵是一個化學反應 大分子的蛋白質 比較容易引起過敏原 當它被發酵成為氨基酸的時候 它分子比較小 的確比較不容易引起過敏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小孩子 他喝牛奶會過敏 可是喝優弱乳就不會 對 這在臨床上其實是有鑒別度的 然後就是說如果水果的部分 我們一般會選擇 所謂含蛋白質量比較低的水果 它在臨床檢測上 一般容易致過敏的水果 就是你去做食物過敏原 這是慢性的部分 我們剛剛講的不是急性 負含蛋白質量比較高的 像奇異果 鳳梨 木瓜 香蕉這些 其實都是水果平均來講 比較容易致過敏的 所以其實可以換一下的種類 就是瓜類的不要 但是比較安全的 譬如說像 蘋果 芭樂 這種低甜度 或者是 小番茄 對 這種其實會比較好 是非常好的 對 這個是非常精闢的建議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所以你挑選他們 這樣子是不行嗎 你挑選他很多毛病 你還給他 那我說一下秀琴這邊 為什麼我沒有挑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在講的是 腸胃道的保健 高鮮是很好 可是以秀琴剛剛的比例來講的話 他幾乎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蔬果汁要比較好 蔬菜要佔八成 水果只能佔兩成 不然那個打散了之後的糖分 是很容易 按理時間他們來不及去幫我採買 糖分 糖分是很容易吸收的 好的 來 黃醫師 其實因為今天的主題 是剛剛講 我們過敏有分兩種 急性的慢性 所以這種急性過敏 它跟你平常吃什麼 不見得有直接的關係 主要是你碰到了你就倒楣 所以今天我只是 以食材裡面 比較容易造成 急性蕁麻疹的可能性 來做評估 那秀琴這邊 當然都算是蠻安全的 我比較少看到這些食材 有造成急性過敏 那我們這邊哪一樣食材 你們這邊偶爾 剛剛講第一個像牛奶蛋 第一個奇異果 對 所以說只是機率的問題 那這個狀況下 所以我會選擇這邊 好 了解 好 來 羅醫師 比照這個我們黃醫師的說法 這牛奶是很好的保護胃黏膜的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人吃牛奶 反而會容易脹氣拉肚子 對 尤其是過敏的體質 基本上都跟腸胃這些 過敏的吸收有關 過敏食物所以我們還是 建議高鮮的食物 可以來多試試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但一樣吃有沒有更多的食材 是幫助我們大家看過敏的 我們就說紫洋蔥 比洋蔥富含OPC的部分 你看一般大家在吃的時候 很多最多是搭配在燒烤店的時候 因為 對 我們也有幫助 因為燒烤是非常治癌 但洋蔥非常防癌 對 就是你吃一個毒藥 馬上旁邊就有毒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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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